下一款是我們的生食區肉類 基本上肉類呢 像是它都只有雞款吧 雞肉 豬肉跟牛肉是比較常見的 其實雞豬牛我覺得都可以吃 那你要選擇一個品項的部位 比如說雞肉 雞胸 雞腿絕對可以選 再來呢 豬肉跟牛肉都有共同點 選擇里雞肉 或者是肩胛肉 這些部位呢 都是有材料比較低的 我認為呢 你變成你的家常菜裡面 媽媽去買 可以選擇這些肉類 因為我遇到剛才有超多的私訊 我就說 欸Ricky 你講的觀念我很認同 但是我家人就是聽不懂啊 他們根本不懂什麼叫做減糖 什麼就是低熱量 他們只是說 好好吃啊 不要吵啊 我煮什麼就吃什麼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就跟媽媽說 欸 我媽媽 我比較喜歡吃那個牛里雞肉 我比較喜歡吃那個牛筋夾 可能是豬里雞 啊 你喜歡吃這個喔 對 我現在不愛吃絞肉 你要用這樣的方式來去柔性勸說你的家了 他們就說 喔 你喜歡吃這個 自然而然 它一直不斷的 你就把它那種高肉量食材 換成我們推薦的減脂食材 你就可以慢慢一步一步的征服你的媽媽了喔